雞蛋裏面有蝦味 蝦裏面有雞蛋味 小朋友最喜歡的道菜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視頻 把生蝦放到冰水中 蓋住 把蝦剝殼後 把蝦線剷出來 把筋剝出來 剝出來的殼 千萬不要浪費 雞蛋裏面的蝦香味就在這 很多人不過水會很腥 我們搓一搓 撈起 燒熱鍋 倒入蝦湯 薑蔥 蝦頭 倒入蝦後就聞到蝦的香味 把胡椒粒放入小火 慢慢爆出油 壓下去 一定要夠乾 夠香 好 加水 大火 滾蝦湯的時間 開始熱蝦 把蝦肉吸乾 放一點鹽 粉 胡椒粉 兩滴油 攪拌一下 醃十分鐘 備用 你看看蝦湯 顏色全部已經煮出來了 倒出來 把四隻聰明蛋 加幾粒鹽 大速攪拌 拌入蝦湯 倒進去 過濾一下 水滾 吸蓋 蒸7分鐘 蛋想它滑的話 一定要開一下蓋 倒露旁邊的水 再吸蓋 再等它兩分鐘 好 時間到了 蛋已經煮得很漂亮 蝦平平地撲進去 剛才剩下的蛋液 放進去 我準備有多少青豆 吸蓋 再蒸2分鐘 嘩 蒸水蛋就煎好了 滑過豆腐的水蛋 整口都是蝦香味 好吃到停不開口 以後 按著這樣來蒸水蛋 你就不用擔心有這麼多營養 敲酒旦搓 沙浣 啥 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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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